决定指出,国家能源规划包括油气、煤炭、电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产业,其任务包括能源基础调查、勘探、开采、生产、储存、分配、使用等相关活动。 该决定还公布了有关能源领域的重点和优先项目名单和其具体进度、能源潜在项目名单和其他项目名单。 决定明确指出,能源项目的所有投资资金均使用公共投资以外的资本来源。 2021至2030年,能源产业的投资资本需求约为2.1亿美元。 政府副总理陈鸿河指示公贸部牵头并与其他部门按法律法规配合有效实施该计划,确保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重组能源,建立能源数据库,定期审查能源供需发展情况,能源项目实施进度, 并提出调整能源供应的方案,提供国家能源规划的数据,为国家规划信息系统和数据库建设提供服务。